8年交了5亿奢侈税 勇士队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1415赛季 勇士王朝拿第一个冠军的时候 队里年薪前三的球员 分别是1500万的大卫里 1297万的伯狗特 和1229万的伊格达拉 库里的年薪只有1063万 排全队第四 库里之前由于频繁的脚踝伤病 影响了身价 在12年签了4年4400万的廉价续约合同 克莱是11年的新秀 当时仍处在新秀合同最后一年 年薪只有308万 巴恩斯和追梦格林都是12年的新秀 年薪分别是305万和92万 勇士吃到了巨大的新秀红利 总薪金只有7358万 成为了NBA自02年出台奢侈税以来 第三支不交税就能夺冠的球队 1516赛季 四年7000万续约克莱 五年8500万提前续约追梦格林 库里这赛季的年薪是1137万 排全队第五 勇士的总薪金达到9371万 超过税限 交了勇士王朝的第一笔奢侈税 却没能夺冠 那年的总冠军骑士 薪金达到1.2亿 交了5400万奢侈税 1617赛季 杜兰特两年5430万加盟勇士 勇士却奇迹般的没有交税 这是因为库里仍处在那份廉价合同中 年薪只有1211万 另外新的转博合同在那一年生效 工资帽大涨 给杜兰特的加盟创造了天使 即使签下杜兰特 勇士的总薪金也只有9900万 排在全联盟第14 击败了薪资榜第一的骑士队夺冠 1718赛季 库里终于熬出了头 签下5年2亿的肥约 勇士队随后3年4800万续约一哥 3年2400万续约利文斯顿 保留了核心阵容 拿到第三个冠军 代价是球队薪金超过1.35亿 交了3270万奢侈税 1819赛季 克莱在总决赛第6场遭遇十字刃带撕裂 但勇士依然给了他5年1.9亿 然后把去亿以绝的杜兰特 先签后换送到篮网 4年1.17亿签下拉赛尔 球队总薪金突破1.4亿 交了5780万奢侈税 19-20赛季 4年1个亿续约格林 用拉赛尔换回年薪2500万的维金斯 把一哥达拉送到灰熊省了一笔钱 但勇士的总薪金依然高达1.39亿 由于4年内3次超过税限 勇士队触发了超级奢侈税 战绩15胜50负联盟垫底 却要缴纳1.5亿的天价税金 20-21赛季 加入了年薪1500万的乌布雷和年薪873万的大聪明 球队薪金超过1.7亿继续交税 但由于疫情的关系 NBA给奢侈税打了折扣 应交1.18亿 时交6900万 21-22赛季 库里4年2.15亿续约 勇士连续4年超过税限 将缴纳史无前例的1.7亿税金 同时面临续约普尔 假设不拆阵容避税 以军薪2000多万提前续一杯茶 勇士队22-23赛季的总薪金将超过2亿 届时我们将会看到3亿起步的超级奢侈税